那接下来老师就要教我们用粮食来做塑料了 我们用的是什么粮食 杨阳你看一下 这土豆 还是一个新型的土豆 不简单 那老师我们怎么把土豆变成塑料呢 由于时间的问题 我们不用土豆做了 这个就是土豆淀粉 土豆洗出来的淀粉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家里常用的小手打 这个白醋 干油 这个带颜色的 因为做出来白的 不好看 所以加点颜色 加什么颜色 加什么颜色 咱们把淀粉加到水里 30克的淀粉 我们30克的水 然后我们就搅 想好小苏打进去了 加入小苏打 因为小苏打加进去之后呢 你看它马上就变稠了一点 是 已经很明显 那我们接下来呢 加的是醋 那大家知道醋是一种酸 加进去后明显发生反应了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干油要加进去了 干油是一种硕化剂 把硕化剂加进去 哦 越来越粘了 突然一下子就粘起来了 干油加进去之后啊 就开始 我感觉这里边已经开始有沉淀雾了 洋人观察很仔细 下一个一开始就开始透明了 而且续状的东西 开始有透明的感觉了吧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很多那个模型啊 那个杯子啊 它在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对 对 对 好 接下来 盖家色素了呢 现在带颜色了 颜色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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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好漂亮啊 现在呢 关键是时间可能比较长 这个要等它干了 原来我们经常吃的土豆就可以制作塑料 小朋友们在家也可以试一试 但是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进行 塑料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 接下来节目现场出现了哪些神奇的塑料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众所周知啊 塑料是很怕火的 但是呢 现在说人们发明了一种叫阻燃塑料 咱们桌上现在摆了这么多实验品 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试验试验 什么叫这个阻燃塑料呢 这两个塑料看得差不多 实际上也是几乎一样的 同一种东西做的 对 但是这个塑料就是加入阻燃剂 做成的是阻燃塑料 这个塑料实际上就没加阻燃剂 所以略有一点区别 就是光泽有问题 好像一个更白一些 对 咱们可以烧一个看一下 咱们先看看这个普通塑料 哎呦 这个很快啊 对 首先它有点被烧化了的感觉 首先它的化掉 化掉了它就能烧成 那个粘到上面了 哦 粘到上面了 而且好像有要滴下来的样子 对 一边烧一边滴 很低啊 对对对 哦 低的速度化 而且你把这个火源拿开之后 它就自己还在着 自己也在着 对 自己在着 顺着上面爬 哦 咱们再换一个 这次阻拦的塑料 嗯 嗯 也走 有一点走 嗯 哦 哦 就是您的这个火源拿开之后 它就没有继续燃烧 它马上就吸下来 它自己会熄灭 对 因为蟹在很多建筑物的凿火里边 塑料发味发烟 是死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特别是高层建筑里头 救火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蟹在矿山建筑里边 用的基本上都要求用 阻拦的 嗯 嗯